大家好,歡迎收看GameplayHK 大家都知道Until Dawn有很多個結局 早前我和Elly已經玩了全原生還的Good Ending 我們原本打算殺了小孩,為何最後會弄得所有東西呢? 既然玩了一個這麼好的結局出來,我做一個慘一點 我想試一下一和術,究竟怎樣可以一和術呢? 這個位置之前我們是選所上的,今次選跟隨看看會怎樣 真慘,放了這麼多自己進來 其實是否沒什麼分別呢?因為那幾隻東西都會有 大家可以試一下,什麼都不做,看看有沒有想你們試一下 最多都是Sam死的,很殘忍 那如果要一和術的話,就有幾個條件 就一開始Sam不要死,還有 在這間屋裡的人,要全部都不要在故事裡死 要等他們在這間屋裡才可以做到的 那第一次我們不要動呢 就會觸發劇情,打斷了一個煤氣喉管 那漏煤氣之後呢,Mike就會去煉爆燈泡 其實這個行為真是好痛 那在他煉爆燈泡之前,Sam一定可以軟動 如果不然的話,阿Sam就會被一些怪物殺死 那我們就要等 阿Mike煉爆燈泡 然後阿Sam繼續站在那裡等 等到有這個選項的時候,就去開燈 那就會一鑊熟 就好了 其實現在再看,Mike和Sam是頗有默契的 他只不過是沒有一個煤氣喉 沒有一個燈,沒有一個燈,沒有一個燈 然後Sam就會覺得,我明白了,你去做吧 第二次看這一幕都覺得很震撼 其實為什麼這堆東西不要自己自傷殺殺死了呢 還有可能呢 阿漢娜他比較新一些 就是年輕力壯一些 那其他那些怪物就已經80歲 阿伯來,所以就不夠他打 嘩,好冷 好冷 雖然唯一一鑊熟,但阿Chris一定可以走一堂出去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就可以選救阿Mike 還是去開關 那如果開了開關的話呢 就會只有阿Sam可以走一堆 其他人都會在這裡死的 好了,我們已經選了選項了,看東西吧 Philadelphia 哇 哇 哇 燒死了三個 還有兩隻妖怪 這麼做的話,也會有一個獎牌可以獲得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玩的,就玩其他傑慮吧 這個選項選了之後,在最後徵訊室的時候 都會有少少對話,讓我們看看 馬上連獄啊 每一個人死都會在聯場的時候記錄他們死的畫面 還有他們的死亡時間 很慘,為何還要展示給他們死 林天光,就有幾分鐘天光就死了,很不值 稍後Elly就會玩一個全員死亡 希望能做到 究竟如果全員死亡的話 這個清順畫面會怎樣 會不會有另一個人出來說 這群人死光了 他會殺死他 什麼? 不 不 你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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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攻擊你 他救了我生命 他死亡 他死亡 我看見他死亡 這個應該是Mike 我正在那裡 我正在那裡 我可以做什麼 我試著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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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試著做馬修 說Emily在那裡 在夢塔的時候 救不到他 救不到他 我看見他的 Jesicia 明明你不是那麼聰明 我不知道 我從事我們是在那邊 後來跟他妹妹的 他一下子就祂聊了 他跟我說 他說我一人解釋他 我看見他 我以為我們有一個聯繫 如果你需要有人跟他談話 我可以 其實徵訊員是否對Samu的興趣 這麼主動說要幫他談判 你看到這裏其實馬修真的多愛Emily 你看她多慘 算吧你找個另一個吧 他這麼壞 燒死了 Sam 應該很自責 這個結局完結了 大家期待Elly玩的全死亡結局 我都會嘗試做些Butterfly Effect 那些條件出來給大家看 來到這裏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